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今年的GTC大会如期在3月下旬举办,汇达执行长黄仁勋称,在涵盖光线追踪和神经渲染、物理、地球和生命科学、量子物理学、化学和计算机视觉、数据处理、机器学习和AI的300个加速库和400个模型中, 汇达今年更新了其中的100个,让正在使用的用户享受到更高的效能和更多的功能。 这其中,半导体产业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产业的基础。 随着该产业向更高晶片制成进军,算力需求也大幅增加,晶片曝光工艺愈加复杂。 从原理上来看,曝光机就是用光把图案投射到锡片上,一方面需要让投射图案尽可能地小,可以在一平方毫米中塞入成千上万,甚至数亿个电晶体,另一个则要让生产效率最高,出产尽量多的晶圆。 在此次GTC大会上,辉达发表了一项面向,晶片制造行业的突破性技术,NVIDIA C-Ulethor运算曝光库,可以将运算曝光加速数十倍以上,使得2奈米及更先进晶片的制造成为可能。 为了让曝光的图案足够准确,运算曝光这道工序便不可或缺。 运算曝光应用逆物理演算法来预测眼模板上的图案,通过模拟光,通过光续元件,并与光阻迹相互作用时的行为,以便在晶圆上生成最终图案。 运算曝光早已是曝光机巨头艾斯摩尔的核心业务之一。 此前,艾斯摩尔总裁之前表示,在曝光机业务之外,艾斯摩尔还有运算曝光及光学和电子数量测量大业务,并称为艾斯摩尔业务铁三角。 其中,运算曝光主要通过软体对整个曝光过程进行建模和仿真,以优化光源形状和演模板形状,缩小曝光成像与晶片设计差距,从而使曝光效果达到预期状态。 光学和电子数量测则属晶片生产后工序。 计量测,通过光学手段或电子数手段对晶片做计量和检测,以检测晶片缺陷和计量曝光后成像效果,进而提高良率。 三者共同构建了艾斯摩尔的晶片曝光解决方案。 当然,辉达也在GTC大会上宣布,与台积电、艾斯摩尔、Synopsys三大半导体巨头合作,将辉达加速运算技术用于晶片曝光中的运算曝光中,并推出用于运算曝光的这个软体库CU-Litho。 执行长黄仁勋称,运算曝光过程正是晶片设计和制造领域中最大的运算负载,每年消耗数百亿CPU小时,大型数据中心24x7全贴后运行,去创建用于曝光系统的演磨板。 这些数据中心还是晶片制造商,每年投资近2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的一部分。 众所周知,曝光是晶片制造过程中最复杂、最昂贵、最关键的环节。 数据显示,曝光环节所需的成本占据整个系片加工成本的约三分之一,甚至更多。 他进一步举例称,光制造灰达H100GPU晶片就需要89块演磨板,如果在CPU上运行时,处理单个演磨板当前需要两周时间, 但在GPU上运行CU-Litho的情况下,仅需要8小时即可处理完一个演磨板。 黄仁薛还表示,通过GPU加速运算曝光过程,也可进一步降低能耗。 台积电可以通过在500个DGX-H100系统使用CU-Litho加速, 将功率从35M瓦降至5M瓦,从而替代用于运算曝光的4万台CPU四伏器。 使用CU-Litho的晶圆厂,每天可以生产3至5倍多的光眼膜, 仅使用当前配置电力的九分之一。 从长远来看,CU-Litho将实现更好的设计规则, 更高的密度,更高的产量,并且是通向AI驱动的曝光技术的途径。 据辉大介绍,通过将CU-Litho软体库集成至台积电的制造流程中, 并结合Synopsys的EDA软体, 艾斯莫尔也计划将GPU支援,整合到所有的运算曝光软体产品中。 在几大晶片供应链巨头共同合作下, 可推动半导体行业,向更先进晶片制成进军, 加速晶片上市时间,提高晶圆厂运行效率, 以推动制造过程的大型数据中心的能源效率来改善晶片生产。 黄仁勋特别提及CU-Litho在台积电2奈米工艺中的使用。 借助CU-Litho,台积电可以缩短圆形周期时间, 提高晶圆产量,减少晶片制造过程中的能耗, 并为2奈米级以上的生产做好准备。 据台湾联合报消息,CU-Litho作为一个用于运算式微影韩式库, 将可缩短先进制成晶片的光照时程, 拉升粮率并大幅减低晶圆制作的能耗。 黄仁勋预告,该软体正被集成到全球最大的代工晶片制造商, 台积电的设计系统中,通过这套AI系统, 在今年6月导入2奈米试产, 用于提升2奈米制成粮率并缩短量产时程。 这意味着台积电很快就会开始对CU-Litho进行生产资格认证, 并会在2024年对2奈米制成开始风险性试产, 2025年开始量产。 晶片曝光领域即有少数行业参与者, 属于小众市场, 晶达为何有意愿深度参与。 晶达先进技术副总裁称, 这一决定最早源于执行长黄仁勋的元件。 他意识到这运算曝光将是半导体未来的大问题, 而且会越来越大, 行业的未来将取决于它。 为了准备CU-Litho, 晶达与台积电, 艾斯姆尔, Synapsis共同合作准备了4年, 将运算曝光速率加速了40倍以上。 由于CU-Litho还将被集成到Synapsis的设计软体中, Synapsis是少数几家使用软体工具制造新晶片底板的公司之一。 Synapsis董事长兼执行长称, 在会大的CU-Litho平台上运行Synapsis的光学临近校正OPC软体, 将效能从几周加速到几天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则夸赞, 他为台积电在晶片制造中广泛地部署曝光解决方案, 开辟了新的可能性, 为半导体规模化做出重要贡献。 一些较老架构的GPU晶片, 也可以使用CU-Litho软体库加速运算曝光进程, 因此晶片生产商没有必要购买更新更贵的GPU。 除了2奈米外,CU-Litho软体库还可用于更旧的晶片制造工艺。 CU-Litho潜在的好处是可能降低曝光中演磨板的使用量, 进一步降低晶片生产成本。 但对于挥达如何通过CU-Litho盈利, 其未做具体回应。 总而言之, 随着演算法越来越复杂, 运算曝光技术也在快速发展。 挥达这次新推出的CU-Litho技术, 可以助力晶片制造提升效率并减少功耗,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, 也是推动2奈米级以上先进工艺的关键。 尤其是大通与艾斯莫尔、 Synapsys和台积电等业内顶流业者合作, 推广使用其CU-Litho软体库进行高效的运算曝光, 将使其合作伙伴能够以更高的效率设计和制造下一世代晶片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